其他亲戚把我女朋友还要让我去坐牢 你好小飞同志 我是法外狂徒张三 受我委托人的请求来送你坐牢 街上集 我刚从物业那里拿到监控视频 正准备去把视频交给叔叔 没想到的是 我家大门 人一脚 进来的正是大妈他们 我弄火中烧 正准备开口 好大儿却想先说道 小飞 你居然还敢去报警 幸好我老妈聪明 买通物业 删除监控 不然还真被你小子送进去了 现在你等着去坐牢吧 我猛了 啥 什么情况 我没听错吧 你们把我女朋友绑走了 现在居然还想让我去坐牢 你怕不是疯了吧 哼 阿飞 等一下 有你哭的时候 这是我的代理律师 有什么问题 你和他说吧 你好小飞同志 我叫张三 没错 就是那个打官司 不小心把法官送进去的法外狂徒 根据我的委托人所说 你诬陷他们绑架 意图让他们受到刑事追究 这可是重罪 估计处理不好 会被关进去两三年 听到没有 阿飞 你就要坐牢了 是不是吓得快要尿裤子了 不想坐牢的话 快点过来求我啊 先让你在那傻笑个够 反正我已经拿到监控视频了 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不是 我假装害怕的问道 大表哥别啊 求你别让我坐牢 怎么样你才能放了你的小表弟 小飞啊 小姨看在亲戚的份上 也不饿你 你就随便给我个 十万二十万的意思意思 然后你去取消报案 再把你女朋友 让给我儿子就行了 这种小事对你而言 应该没什么法 好家伙 把我老婆绑走 玩游戏 现在还要让我 倒给她十万 可真行啊 为了防止 他们逃跑 我委屈到 小姑妈你们 现在这等下 我去帮你们取马尼 只求你们别让我坐牢 出门后 我找了个安全的地方 直接把监控视频 发给了叔叔 并且向他们 说明了情况 大妈他们看见 我把警察带到家里后 顿时傻眼了 小飞啊 你带警察来干嘛 你特么想去坐牢吗 你这是在自掘坟墓 懂吗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被叔叔带到了警察局 叔叔 你抓我们干嘛 去抓小飞啊 我要告他 无限我们绑架 不用狡辩了 小飞同志 已经把监控视频 发给我了 你们还想抵赖吗 小姑妈喃喃自语道 怎 怎么可能 监控视频 不是被删了吗 肯定是那个黑心物业 两边同时 把我们卖了 绑架罪可是 很严重的情节 严重的话 可是会判无期徒刑的 大妈听见这话 直接慌了 连忙对着张三喊道 张律师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呢 把他们都送进去 张三一脸严肃 你放心 都交给我吧 请问委托人 人质有没有受到伤害 没有 我们可没伤害他 既然如此的话 这属于情节较轻的 应该只判五年 什么才五年 我还要告他强奸 你别瞎说 我告你诬陷 三年前我的作案工具 就不行了 那也是强奸未遂 必须多判几年 这时张三也来了兴致 强奸未遂加三年 现在八年 还有吗 他在我家里 可是要勒索我十万 律师你当时也在场 那再加五年 现在是十三年了 我记得他们当时 只破门而入 算是私闯民宅了 得再加两年 因为是数罪病犯 估计至少判二十年吧 这话一出 大妈他们傻眼了 张三 你不是我们的人吗 你脑子有病了 你给我们加刑干嘛 张三把两百五十块钱 扔大妈脸上 这钱我不要了 让你们不如我 你们好自卑之法 我先走了 随后 我又把物业 敲诈我一千块钱的事 告诉了叔叔 敲诈金额不满两千 估计关不了几天 这时大妈儿子大吼 这物业当时给我提供了 小婉出门的时间 我要告她 协助我们绑架 敢背叛我们 你也别想好过 最后 大妈他们和物业都进去了 小婉也平安归来 继续和我玩起了好玩的游戏